而今天中午最新的发展就是考纪会最新的决议 国民党撤销王金平的党籍 连线记者王佑正带我们来关心佑正 好 这我带你关心国民党中央的最新情形 那国民党的考纪会呢在今天早上大约10点钟开始 经过将近两个小时的攻防 最后呢是依照了何意志 也就是做出共识 针对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关书案件 确定是撤销他的党籍了 但已经稍早考纪委员离开党中央的最新说法 那气氛如何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吗 气氛什么样 气氛什么样 气氛火星主席要到了 王院奶奶到了 那两面都继承啊 对不对 通常好谢谢 谢谢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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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我咱们一定会 好吧 好吧 好 事实上呢考纪会做出这样的一个处分 并不意外 原因是马总统在今天上午的八点半钟 就亲自在党中央召开记者会 呛名说呢 王金平已经不试任 要考纪会至少做出撤销党籍以上的处分 而王金平呢 他今天原本是预定要九点半 向考纪会来进行报告 不过也拖到快十点钟 人才现身 只待了短短的十分钟不到 只发了一纸的陈述书 也没有亲自向委员来澄清 或辩驳人就离开了 那我们听到呢 其实这个考纪委员是表示呢 这一次的整个评议跟审核呢 并不是在投票制 而是共识制 也就是说 所有的考纪委员都有共识 必须针对王金平 做出这样一个相当重的处分 那王金平在被撤销党籍之后呢 其实呢是立即生效的 而他部分军立委 以及呢院长的职务呢 就会在这个党中央 将相关的文件送到中选会 审查之后 再交给立法院 来进行一个公告的动作 就会正式的取消了 王金平的这个立法院长 以及部分居立委的职务 而目前确定呢 一旦王金平职务被取消 就会由副院长洪秀柱来站带 而稍后 马总统也预计 会在下午两点半钟的中常会 针对这一次 王金平的关说事件 做出这样一个相当重的处分 亲自来对外说明 以上是目前 我们在国民党中央 为你找到最近情形 随时所听中间新闻 我们将带给您最新的 相关讯息掌握 时间进行 这番棚雷 一,二、三、四、七、八